好的朋友们早上好 我是阿萨社区的座老师 你们的老朋友 今天是1904月23 星期二的一个时间 那么这个月马上就要收尾 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点 其实也是在昨天晚上的直播 重点给大家念出了很多的重点 整体的节奏围绕着英镑黄金和云游 那么这三个点无疑是 当今盘命最重要的一些点 那么这三个机会点 那么市场的话 目前并没有给到 还没有到那个时间节点 没有给到我们非常明确的进场信号 那么这个时间的时候 我们需要等 因为这是一些比较大一点的机会 那么首先就这黄金 给大家尽量的做一下复盘 黄金的话 这个位置昨天给大家 在喊到圈里跟大家说 这个位置直接做三档市的概率不大 为什么 因为时间周期没到 时间周期没到的话 直接打上去 那么力度肯定不够 那么在横盘了 又横盘了一个交易日之后 那么这个位置 那么时间节点也快了 大家要记住我说的点 就是这样一条景深位置 咱们等待它的一波发力 只要等这一笔 应该可能在明后两天 大家注意下这个节奏 那么今天其实重点想跟大家聊的旁边 是澳元 是澳元 澳元的话 其实大级别的结构 非常的清楚 给大家捋一捋 朋友们 澳元的话 这是澳元的天图级别的图形 朋友们 这从澳元下降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波 朋友们 其实做得非常清楚 澳元天图级别的走势 给大家从这里开始 第一 是吧 朋友们 从这一笔 其实这是一个通道位置 朋友们 这个通道的下跌 做得非常的漂亮 那么从这里个位置 直接打到这个位置 朋友们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说结果非常的清楚 直接打到这个位置 然后进行一波反弹 又回来 那么在这个位置 又形成了一个反弹 又回来 又反弹 朋友们 整体的大级别的结果 做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的话 澳元的波动 有时候 在星期三 今天是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的时候 波动会比较剧烈 那么在今天 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澳元天图级别 在这一波下跌之后 其实朋友们 这样的一根趋势线 不知道朋友们 都意识到了没有 然后还有一根 朋友们 一根 减线 那么澳元 现在目前的结构 天图级别 朋友们 对不对 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受理结构 那么这是一个刺图 那么是那个 海天鹅时间的一个刺图 咱们忽略 那么忽略这个刺图 那么这个形态 就做得非常的标准 整体是一个 三角形 受理的结构 那么整体的话 大家再来看一下 第一笔打下来 然后做了一个 三角形 受理 朋友们 这个结构清楚吗 非常清楚 所以说 接下来奥运的结束 大家也可以去注意一下 结构的话 走得比较漂亮 那么咱们把目光稍微放近一点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四小时级别的结构 四小时级别的结构 朋友们 这样的一个通道 一定肯定是目前当下要去参考的点 四小时级别上来 再下来 再上来 再下来 朋友们 这个位置 因为是一个非常比较稳定的结构 那么这个位置一定有我们多单的机会 朋友们 暂且不说 在这个支撑位置上能打到多高 横一点继续打上来 可能弱一点 只是一个弱势的反弹 但是这个多单非常具有确定性 大家可以看一下非波关系 其实这一波上来 差不多 朋友们 61.8 对不对 时间节奏 那么这个 跨度节奏也是刚刚好 达在61.8 那么在这一波下来 朋友们 我们同样的 61.8的位置 朋友们 差不多 就是这样一条 减线的位置 朋友们 这个位置 奥运可以直接左侧去接多 差不多 也就是在这样一条 趋势线位置 复线 那么整个的这个节奏 那么就做得非常的清楚 差不多就是这一代 咱们奥运 就可以直接左侧去做多 这样的一个结构 相对来说 做的还是非常的稳定 做多的话 是一个比较大概率的事情 整体的节奏上涨下来 再回调 这个位置一定有一个多单 但是这个多单的深度 这个多单的幅度 暂时无法去定论 但是这个多单一定会有 所以说这样一个高概率的策略 高概率的一个进场 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整体参考通道和飞波61.8 止损的话 做4小时级别的结构 30个点左右 就完全足够 如果你现在61.8左右进场的 你拉30个点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止损 也是非常具有参考线的一个止损 如果止损的 不需要去纠结 所以说奥运的这样一个通道结构 是当下旁边 也可以重点去关注的机会 那么至于听途级别 给大家说的 这样一个数领的三角形 等它走出这个通道来了 咱们再说 朋友们 目前参考这个通道 它能不能在这个位置直接下破 说新访谈 这样一个听途级别 新访谈 然后再下破 所以说朋友们 这样的一个听途级别的图形 是咱们的一个大周期的一个方向 但是也要注意 当下4小时级别的结构行情 那么这个位置 首先肯定是考虑做多 然后看它反弹的力度怎么样 再考虑做听途级别的一个 数领三角形的空 朋友们 这是比较重要的起作点 好吧 新朋友们 那么其实当下的旁边 那么昨天是一复活节 基本没有怎么波动 所以说 所有货币的一些分析和观点 还不是保持和之前一样的观点 没有 就像就是星期一 网上直播给大家聊的思路 大家近代行情的一个转变 好吧 那么今天的话 怎么分享 就跟大家说奥远这个点 喜欢我们视频节目的朋友 可以去优酷腾讯 去观看我们的视频节目 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阿萨社区 最后欢迎朋友们加我的私人微信 我们私下沟通交流 新朋友们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 希望大家能够交易顺利 咱们明天时间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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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